上漲薪水是否有望跟著上漲 明年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即將在9月1號召開 8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預計9月6號公布 推估通膨年增率達3%以上 各界以此推估 基本工資有望上漲4.9% 挑戰史上首度連兩年5%調幅 前幾年曾經也有10年動漲 必須要訂定最低工資法 我們今年要參考哪些指標 最低工資它的涵蓋範圍到底到哪裡 算算調幅4.9% 明年基本月薪達26487元 實薪176元 分別漲1237元和8塊錢 不過勞團認為漲幅未達預期 蔡總統所提出勞動政策 要扭轉台灣勞工低薪的趨勢的話 今年的1月1號基本會調整的時候 就應該一次到位2萬8 不過工總調查鋼鐵等5大傳產 今年約56%產業整體獲利減少 有超過6成產業 甚至看壞未來經濟前景 調查結果有76%業者 僅接受調幅在3%以下 此方認為如果真調漲4.9% 恐帶來經濟惡性循環 受戰爭影響今年成本上揚 推升物價通膨壓力達高點 經濟成長趨緩 勞資雙方對薪資調幅期望有落差 9月將登場的審議會 勢必會是一場拉鋸戰 這裡先要下去台北採訪報導 今天晚上睡不好覺呢 跟阿比一樣淺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點點聲音 就讓你睡不好呢 現在阿比要推薦你這個 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 好 好